本月初,理学院透过电邮讲述该学院过去半年同学的抄袭情况,也警惕同学切勿抄袭。 理学院表示,该学院抄袭的情况虽然没有上升趋势,但在过去的半个学年,也有同学因抄袭而被罚停学。 港大对于学生抄袭的惩罚,由最轻发出谴责信,到最严重被开除学籍。 港大校务处庄小姐指,许多同学都不太清楚抄袭的定义,若同学抄袭其他人的作品,当中只是更改一些字眼,但人引用了他人的概念,而没有写出参考出处,令人觉得作品概念出自该同学都属于抄袭。 她也指,学校有软件侦测功课是否设计抄袭,提醒同学不要抱着侥幸心态,而触犯抄袭这个罪行。 校园电视记者李也报道